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书局买下一本单行本国漫画杂志之后 马上迫不及待的翻开书籍 即使已经看过无数次的漫画 依然能在每一次的翻开中品尝到不一样的滋味 在尚未进入五光十色顺习万变的时代之前 小孩子的乐趣就是这么的不是无话且单纯 而今天要介绍的漫画家他所创作的作品 即使在经过半世纪后的今日 魅力程度也依然丝毫不见 他不只陪伴无数人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更是好期待人们心中的共同回忆 创造出这部作品的漫画家就是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 日本本周中部沿岸地区的富山县 境内不但有着信仰圣地及自然生态等著名景点 还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五格山 1933年12月1日 富山县的高岗市一名男孩诞生了 他的名字叫做藤本宏 藤本宏是一名老实又守规矩的小孩 由于个性内向又胆小怕事 加上身体不好运动方面特别不擅长 在就读国小的期间 长期遭受同学的欺负 甚至还有不良小混混经常拿他的长相开玩笑 嘲笑他的脸长得很有似颜慧的风格 而可怕的是 当时班上除了藤本宏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也相当胆小的男生 不过每当体育课玩起鬼抓人时 那个胆小的男生却总是追着藤本宏 藤本宏简直就是食物链的最底层 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就是班上那个最不引人注目的孩子 也因为如此 比起在操场跟同学东奔西跑 他更喜欢一个人躲在小角落 一边看着书 一边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 而对于一个喜爱阅读与幻想的孩子来说 绘画便是他用来抒发的最大管道 尽管当时年纪还小 但是藤本宏经常在心中创造一个架空的世界 并且配合这个世界观来思考故事 再将这些想法画在纸上 而当时他并不知道 这种绘画方式其实就类似于漫画形式的创作 于是藤本宏开始完全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 也因为藤本宏有事没事就一股脑的作画 无论上课下课都在画 就连放假也不出门 待在家里一画就是一整天 当时藤本宏的父母甚至担心自己孩子走火入魔 经常念藤本宏 叫他不要再画画去从事其他活动 但绘画的魅力并没有让藤本宏停下自己的画笔 时间来到1944年 那时藤本宏正是小学五年级 班上来了一位转学生 这个转学生看起来是个有点安静腼腆的男孩 当时藤本宏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男孩 将会成为自己一生的挚友及对手 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做 安孙子素雄 安孙子素雄于1934年3月10日 出生在富山县兵建市 因为父亲突然的过世 安孙子只能搬家到佛父所在的高岗市 并转学进入了藤本宏旧徒的定种国小 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上亲人过世的印象 来到新班级的安孙子素雄 并没有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同学 而是在休息时间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位置上画画 此时一个声音从他背后说到 你这家伙很会画画吗 这个主动来打画的瘦弱少年 便是同样也热爱画画的藤本宏 出不及邦被称赞的安孙子素雄 虽然感到有点害羞 但在看了藤本宏的画作后 才发现自己的画工连对方的车尾灯都见不到 不过虽然两人在绘画的技术上有所差距 但热爱画画的这份心情 却是博种之间不分高低 仿佛在对方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一般 以此为契机 藤本宏与安孙子素雄 马上成为了无话不谈的亲密司党 两人不但经常互相作伴一起画画 也会一起尝试合作创作漫画 因为结交到好朋友的关系 藤本宏放假时终于开始有了户外活动 他会跟着安孙子素雄四处跑跑跳跳 充满旺盛好奇心的两人 也常常一起组队去学校的后山探险 就这样在彼此嬉笑打荡的时光中 两人慢慢成长身上的国中 藤本宏进入了高刚工艺专门学校 中等部电器科就读 安孙子素雄则选择就读高刚国中 虽然两个人就读不同的国中 但基本上两间学校在地理位置上 就是邻居的关系 即使身处异地 也经常在放学时等待对方一起回家 时间来到1947年 漫画家受众志冲发表了一部新作品 新宝岛 有酒井起码负责原作构成 手众志冲负责作画 是一部为刊载在报刊上 就直接出版的单行本作品 这是一部融合泰山与鲁冰逊漂流记元素的故事 该作品不但是手众志冲的首部长篇作品 更被视为是战后日本漫画的出发点 令人意外的是 在1940年代 中央出版社少年杂志上刊登的漫画 每期只有少少的四页左右 但新宝岛这部作品的篇幅 却突破性的超过200页 打破了以往漫画给人的简单短小印象 更因为手中手创的电影表现形式作画 对漫画发展的历史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 而藤本宏的故乡富山县 由于当时被归列为教育县 正常来说书店里面 是完全看不到一本漫画的 不过当时偶然路过书店的藤本宏 及安孙子素雄 却瞬间呆住了 因为架上竟然陈列着 这本手中志冲的新宝岛 两人马上掏出零用钱 买下了这本漫画书 并且兴奋的马上跑到公园 一边抢来抢去 一边头凑着头看了起来 而这一看 简直不得了 手中志冲的表现手法 如同画在纸上的电影一般 如此创新的视觉体验 让两人大为震撼 不约而同的一起说出 俊阳还有这样的漫画 受到这本漫画的影响 手中志冲从此成为了 两人心目中最尊敬的对象 也以此为契机 让两人决定了将来的梦想 一起组队成为漫画家 从这天开始 成为小本司的藤本宏 三天两头就往书店跑 只要看到手中志冲 一有新的作品上架 就会直接把架上扫空 两人可以说 几乎搜集了全套手中的 出版发行作品 而为了推广手中的漫画 藤本宏也会主动将漫画借给朋友 但夸张的地方在于 直到对方看完漫画之前 他都会静静的守在对方身边 只为了能第一时间 听见对方的感想 若对方与自己的预期不符 或是没有太大的反应 藤本宏便会不满的跟对方抱怨 你这家伙是不是太迟钝了 可以说是手中的最佳宣传人 而因为实在太羊目手中 慢慢的无法压抑心中的轻目之情 在国二的那一年 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两人一起寄了一封粉丝信给手中之虫 并且随性还附上了自己的绘画创作 本来只是抱着自我满足的打算 没想到却在几天之后 收到了手中亲手恢复的明信片 明信片的内容写道 循序渐进 脚踏实地慢慢来 期待你们的将来好好加油吧 受到了崇拜偶像 直接鼓励的藤本宏 大为感动 这张明信片 也成为了藤本最心爱的宝物 妥善保存了一辈子 而这段时间 两人也开始一步一步朝着他们的梦想前进 他们开始一起制作手工的杂志 并且在杂志里共同创作漫画 这些纯手工制作的作品 在附近的小孩子之间获得了不错的回想 更加深了藤本宏对于漫画创作的执念 于是 两人也开始主动将作品投稿 去学童社发行的漫画少年上 不过此时的两人 是进行各自的作品投稿 有趣的是 在作品入选率方面 藤本宏明显高出许多 这个结果原本让安孙子素雄 感到有点屈辱与嫉妒 但在日后近距离见识到了 藤本宏的厉害之处后 心中的不甘心 也逐渐变成佩服 时光飞逝 两人国中毕业 升上高中 为了成为一名成功的漫画家 除了磨练画期之外 当然还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字 因为决定要组成一个团体 所以要取什么笔名 当然就相当重要 虽然对读者来说 可能只会记得作品的名称 但对于藤本宏与安孙子素雄来说 笔名可是承载了两人的信念与觉悟 在经过了无数次提案与讨论后 两人决定以祖种伯二雄作为笔名 藤本宏的藤读作夫吉 安孙子素雄的雄则读作欧 合在一起就是不久 汉字可以写成伯二雄 而祖种二字 则有着至少要能触碰到 手种的脚后跟的自我积蓄 并且两人也开立了共同的邮局账户 这个账户专门存取两人从事漫画活动 所获得的报酬 而账户管理的部分则由藤本宏负责 除了购买一些绘制漫画的器具之外 也会作为进修的投资金 例如一起去鉴商电影之类的活动 并且只要是以两人名义发表的作品 所获得的原稿费用都完全平分 一人一半感情不会散 时间来到1951年 有了笔名之后下一部便是要拿出实质上的成绩了 正在就读高三的藤本宏与安孙子素雄 选择了每日小学新闻为目标 投稿了两人所绘制的四格漫画作品 《小天使小玉》 讲述了为了寻找失去的羽毛 而从天上来到人间的天使小玉所发生的故事 除了寄送原稿之外 两人也附上了一封亲笔信 信件的内容为 我们是富山高校的学生 相当喜爱收种直从日记 是收种老师的大粉丝 由于现在贵报没有刊载收种老师的作品 不如就请刊登我们的漫画吧 原本只是想当作一次投稿经验来练习 却在一个月后 发现自己的作品意想不到的被刊登了出来 也因为这起事件 两人在绘制漫画的事情 一口气传遍了校园 甚至还在当地造成了宏极一时的话题 不过即便有着明确的目标 因为有着父母的期许压力 藤本宏还是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养活自己 而虽然嘴上跟父母说是要去找工作 心底却无法放弃成为漫画家的梦想 于是高中的最后一个春假的时间 藤本宏与安孙子素雄带着合力创作的漫画作品 前往了位于兵库县包装室的收种直从老家 直接杀到偶像家 并亲自见了偶像一面 在收种阅读完两人的原稿之后 只是淡淡微笑说了一句 很厉害哦 并且针对分镜给予了许多建议 但有趣的是 虽然当时收种的表情相当淡定 其实他的内心简直惊涛海浪 并在心中OS到出现了不得了的孩子们啊 而在收种的老家里 藤本宏与安孙子素雄也有心目睹了 收种的作品《未来世界的原稿》 甚至得以一窥尚未发表的数百张原稿作画 让两人深深震惊也大为感动 在这份冲击的心情下 藤本也决定把自己的烦恼说出来 到底能否做好漫画家的疑虑与未来 对自己的怀疑 家人的期许 这份不安与担心 让他相当彷徨 而在听闻了藤本的烦恼后 收种之冲缓缓笑着对他说 如果是你们的话 一定能办到的 就这样两人高中毕业 尽管内心千百个不愿意 但在家人的施压下 藤本宏只能先妥协进入职场 而安孙子素雄其实也面临差不多的情况 由于安孙子素雄的伯父 在富山新闻社担任重要职务 于是安孙子素雄 便也进入了同一家新闻社的文艺部 一边负责新闻肖像绘画 或采访报道的后勤工作 一边在业余时间进行漫画的练习 同一时期 藤本宏则在金田智果公司就职 本来只想边工作存钱 边用零碎时间画漫画 但实际看见现场的工作环境 他发现有许多大型 并且要实际操作的机器 看着这些机器运转着 他的脑袋里不禁出现一个声音 如果发生意外 手臂卷进机器里面的话 那不就再也不能画漫画了吗 最终超任性的藤本宏 只做了五天 便爽快辞职 在第一份工作 可能就是你一生工作的那个时代 的决定可以说相当有勇气 而离开公司的藤本宏 立刻在当天晚上 跑去找安孙子素雄 有如漫画主人公般的大声说道 我会在家里继续画漫画 你就在新闻社好好工作吧 于是就这样 藤本宏便在家中专心的绘制漫画 当假日来临 便会去找安孙子素雄一起帮忙 两人就以这样的工作模式 以祖种不二雄的名义 创作了四万年漂流 取得了连载资格 也是两人在漫画杂志进行的 首次连载漫画 但可惜的是 没过多久就面临腰斩 而在这段时间 两人也持续不间断创作许多作品 其中在1953年创作的 Utopia最后的世界大战 因数量稀少 性质特殊的原因 在几十年之后 成为了日本最为价值连城的 漫画单行本之一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 两人也一直在努力持续创作漫画 但就是画不出 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藤本宏意知道 如果继续安于现状 可能再也不会有所突破 得出结论的藤本 在当天晚上 又突然跑去了安孙子素雄家 劈头直接说道 从新闻社辞职 跟我一起去东京吧 面对藤本突如其来 带着一点命令语气的告白 安孙子素雄只觉得哭笑不得 事实上 在新闻社的这份工作 不但薪水不错 还能以取材的名义 接触不同的人事物 其实是相当让人满足的 要说不会感到留恋或舍不得 那绝对是骗人的 但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去讨论后 两人终于达成了共识 决定赌上一切 发誓将余生奉献给漫画 于是战战兢兢的安孙子 鼓起勇气将自己的打算告诉母亲 本来以为会被骂个花开富贵 没想到母亲只是不疾不虚的对她说 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虽然之后的确被伯父骂了个花开富贵 处理完琐事 毫无后顾之忧的两人 一起踏上了陌生的土地 东京 不过虽然有着雄心壮志 但却没钱没事 因此两人事先借住在安孙子的亲戚家 免去了房租的支出 而因为是寄人篱下 当时两个大男生是挤在一瓶左右的河室 简直就是日本版的哈利波特 生物品质实在是惨不忍睹 如此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时 藤本宏突然脑袋一动 有了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去投靠首种之忠 于是 两人马上前往了当时首种所居住的公寓 由着漫画家圣地之称的长盘庄 而提携后进的首种之忠 一听到两人的烦恼 二话不说 直接租了一间房间供两人使用 并且租金的部分全额负担 首种老师 我不想努力 不只是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在他们两人之后 长盘庄也陆续住进了许多未来的新兴漫画家 例如之后成为两人之友的赤种伯夫 及十之孙张太郎等等 而这个时期 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也尽情有了不同的想法 他们期许自己并非只是跟在首种身后 而是有朝一日 能与自己的偶像 自己的恩师并肩同行 于是 两人重新思考了笔名 最后使用了藤本宏的藤 与安孙子素雄的字 新的笔名就此诞生 藤子伯尔雄 而在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住进长盘庄之后没多久 首种之忠便搬去了其他地方 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也在因缘忌讳之下 搬到了首种原本所住的14号房 作为离别的礼物 首种留下了自己所使用的工作桌 提供给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两人使用 而在首种离开之后 长盘庄也正式成为了 漫画家集团的生活场所 原本就居住其中的 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还有短期站租的房客 在算账住在附近 常跑来串门子的邻居 加起来变成了一个 十多人的漫画家大家庭 而其中的一位漫画家 为了跟同住在长盘庄的新人们 互相比例 作为召集人 成立了名为新漫画党的组织 藤子伯二雄两人 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除了每个月聚会一次 讨论漫画的发想外 也以学童社的儿童漫画杂志 漫画少年为主要目标 作为漫画创作集团 而逐渐有了些许声量 在当时那个年代 少年漫画作品其实并不多 一直到了1952、1953年之间 富豪排行榜的画家类别之中 首种是从 突然毫无预兆的成为了排名第二 把漫画的讨论度跟人气 整个拉了起来 而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前来东京的时间 正好吻合了这个 缺乏后继新人的时间点 也因此两人从各家书版社 接到了大量的工作委托 对于新人来说 是相当令人开心的一件事 不过也因为这样 两人简直过着如同地狱一般的生活 因为觉得拒绝工作很可惜 于是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便承接了所有的工作 大约是每个月要完成 增6份原稿的惊人分量 在此之后大概有长达半年的时间 两人几乎都是不眠不休的拼死工作 用新鲜的肝脏来换取漫画的原稿 时间来到了1955年的1月 终于熬到了正月新年 回到老家富山县时 因为身体已经逼近极限 整整五天 两人不是吃饭 就是疯狂睡觉 完全连笔都没有拿起来过 而由于解稿日的逼近 各家出版社也开始狂发电报 要求两人快点把原稿交出来 虽然知道工作很重要 不过当时两人真的太累了 所以继续摆 当时两人的身心状态 是真的想画也画不了 结果就这样在第十天的时候 出版社只发了一封电报 内容冷冷的写道 不用拿原稿过来了 你们拿去别家吧 最后工作的进度 只凄惨的完成了三分之一 也因为这一次的大事态事件 在这之后的大约一年间 藤本宏记安孙子素雄 直接被业界彻底打入黑名单 一件工作都接不到 被迫进入了强制歇业的状态 但也因为经过了这起事件 才让两人意识到 凡事都该量力而为 不然最后只会给别人添麻烦 从那次之后 两人再也没有持交过原稿 而这段日子 两人的生活几乎都是在长盘装 虽然相当贫穷 甚至有时候有一餐没一餐 但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 藤本宏记安孙子素雄却都不可思议的 觉得这段记忆并没有什么感到痛苦的地方 反而是相当快乐 即使偶尔遇到挫折感到沮丧 但只要走出房门 就能得到许多志同道合伙伴的支持 不管在今生上还是现实上 都相当让人安心 这段时间 两人也共同连载过 例如《海之王子》等作品 不过其实并没有创作出 特别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作 即便如此 这段时光对于两人 绝对是意义非凡的经验 尤其是藤本宏作为漫画家的才能 从此时开始萌芽 以冒险及空想作为主题 创作了无数的故事 对于藤本宏而言 他的初衷始终没有变过 在当初那个无法融入周遭 只能龟缩角落的少年时代 将自己拯救出来的 正是漫画中那一个天马行动的世界 他希望将心中这份激昂的感动 传递给更多的孩子 时间来到1961年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即使相逢片刻 大家迟早也要踏上 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众多漫画家因为工作空间 过于狭小等问题 陆续搬离了长盘装 藤子伯乐雄两人也同样是如此 离开了这个充满宝贵回忆的地方 而虽然彼此各奔东西 但一起培养出的革命情感 是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 1963年 前长盘装的伙伴们 李牧生英 及时之森张太郎等漫画家 正式成立了 Stagio Zero工作室 跨足动画的制作产业中 之后甚至参与了 原子小金刚等知名动画的制作 而藤子伯乐雄两人也理所当然受到邀约而加入 虽然一开始仅有寥寥数人 但最顶峰时期 曾经成长到有60多名成员过 有趣的是 由于最初工作室的建筑物屋矿 实在不是人处的地方 所以又被成员戏称为 Stagio Bolo 也就是破烂工作室的意思 而这些日子累积下来的工作经历 也渐渐让藤子伯乐雄两人 受到了业界的肯定与信赖 某一天 周刊少年桑点的编辑 从一名投稿者的原稿之中 获得了灵感 如果杂志上能连载一部妖怪类漫画的话 应该会很有趣 因为编辑听闻藤本宏 相当喜爱怪谈和超自然之类的话题 于是便委托了藤子伯乐雄两人 创作一部以妖怪为主角的漫画 两人当时也义不容辞地 接下这份邀约 当时两人创作的作品就叫 1964年 小鬼Q太郎正是由周刊少年桑点上开始连载 描述了主角大运正太 某田无意中捡到了一颗巨大的蛋 但弹中居然孵出了一个小鬼 并从此开始展开了人与小鬼间的幽默喜剧 而关于这部作品的名称 小鬼Q太郎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当时两人正在搭乘地铁小田极限 前往Stagio Zero工作室的路上 小田极限 小鬼Q太郎 第二个说法是 两人最初就已经决定好 小鬼 太郎这个标题 但至于要用什么字 却一直迟迟找不到适合的选项 在为了寻找灵感 而翻开小说家安部工房的作品时 便偶然被文章中的Q这个字给吸引 因为感受到了Q这个字可爱迷人又动人的特质 最后便将主角取名为Q太郎 并且 因为当时两人所待的Stagio Zero工作室 整体经营状况不太乐观 所以藤子不二雄两人便将小鬼Q太郎这部作品 当成工作室杂志部的工作 来支援工作室的财务状况 并让所属的成员们作为助手帮忙 于是藤子不二雄便以小鬼Q太郎这部漫画 踏上了征服世界男女老少读者的旅程 并没有 没错 在正式连载之后 读者的反应可以说一片死急 只连载了九话便暂时完结 事实上在连载的过程中 不论是藤子不二雄两人或工作室的成员 其实都只是把小鬼Q太郎 视为资金周转的过渡器 所以没有投入太大的心力 创作者本人如此 周遭当然也不会抱一什么期待 不过在结束连载之后 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编辑部收到了读者蜂拥而知的来信 请求能够重新开始小鬼Q太郎的连载 哼 嘴巴说不要 身体倒是很诚实 于是在众所期盼之下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 小鬼Q太郎强势归来 连载再开之后 由藤本宏全权负责故事的架构 其他成员负责作画的部分 细部分工可以说相当详细 例如由藤本宏负责Q太郎的绘制 而安孙子素雄则是正太 北剑剑衣绘制背景 是种博尔夫及脚田次郎进行其他角色的描绘 隔年1965年 小鬼Q太郎的连载迅速扩展到小学馆的其他漫画杂志 并且宣布改变为电视动画 此时的人气甚至可怕到被称为 小鬼Q风潮的社会级现象 事实上 在原子小金刚播出之后的作品 都是以SF科外英雄路线居多 虽然曾经一度成为主流 但因为作品类型太过饱和 收视率越来越低 因此作为搞笑动画 小鬼Q太郎的问世 可以说是在静置的泥潭中注入了一股活水 动画第一集的收视率就获得30%以上的成绩 动画主力曲更成为销售量破百万的神剧 更获得了1966年第八回日本唱片大奖的童谣赏 而在播放半年之后 人气越来越高 简直是到了爆炸的程度 相关的商品化 也让小学馆获得了巨额的收入 更让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以搞笑漫画的藤子伯尔雄名号广为人知 两人也终于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藤子Studio 1966年末 小鬼Q太郎的原作漫画结束连载 藤子伯尔雄作为一个漫画家组合 不但合作无间相处愉快 更是得到了亮眼的成绩 有趣的是 因为两人还是有各自的价值观及创作理念 所以虽然是一个团体共同创作 但两人也会共用笔名 然后以独自创作形式发表漫画 也推出了许多 即使到现在也依然广为人知的作品 例如由藤本宏所创作 讲述了小学生虚与光夫 某天被委以重任 成为保护地球小超人故事的小超人帕门 或是由安孙子素雄所绘制的忍者哈特利 讲述了易科流的精锐忍者哈特利 居住在小学生三叶建一家 所发生的轻松挥血趋势 渐渐的 小鬼Q太郎的风潮慢慢过去 尽管这段时间 藤本宏创作诸如 酸美心王子 二一位们等等的作品 但其实整体来说 都是架构类似的搞笑路线 藤本宏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壮强期 有如江郎财经一般丧失了自信 他开始自我怀疑 自己的漫画 真的能让孩子们打从心底感到快乐吗 苦苦思考了多事 藤本宏最终决定写信给周刊少年桑帝 诚挚表达了心中的想法 为了创作出好作品 自己付出了相应的努力 也不留余力持续督促自己 拿出各种创意与想法 但儿童漫画对于自己来说 是有种特别信念的存在 若是再种下去 自己很可能只能止步不前 而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离开周刊少年桑帝 好好审视自己重新再出发 而在另外一边 安孙子素雄的创作路线 也开始慢慢走向 与藤本宏不同的方向 在当时 具有写实特色的句话风格开始盛行 安孙子素雄也注意到了这股流行 他曾在访谈中说到 虽然藤本宏和自己都创作了相当多的儿童漫画 但随着年纪增长 开始喝酒 开始接触高尔夫 开始跟女生交往 在这过程之中 自己渐渐被这个社会污染而变得不再纯洁 像儿童漫画如此纯粹的东西 自己已经无法再画出来了 当然 技术层面上是能够创作 不过当作者无法带入感时 读者是能感受得到的 也因为意识到了这件事 让安孙子素雄 渐渐改变了创作的路线 而这个时间点 同时也是学生运动相当兴盛的时期 透过周刊杂志等报道 安孙子素雄知道了一件事 那就是身处于抗争核心中的大学生 也开始产生了阅读漫画的风气 这是一个让漫画的读者 从少年扩展到青年时代的契机 看准时机的安孙子素雄所推出的作品 便是作为他漫画家生涯转列点的黑色推销员 黑色推销员于1968年 在小学馆Big Comic 以短编作品形式开始连载 叙述了体态宽广 带着诡异笑容且全身全黑衣装的推销员 散黑浮躁 拥有看通人心和控制他人的能力 只要看到对应的客人出现 就会提供填补心中的空隙相关服务 同时在交易完成后 提出互相完成约定的交换条件 是一部以大人作为客群的黑色幽默漫画 而下一部于1972年创作的少年漫画 魔太郎来了 更是以大胆独特的方式 呈现了霸凌有关的主题 透过这些作品的铺陈 逐渐形成了安孙子素雄的怪奇异色风格 而尽管看见了自己的搭档 找到了特别的风格 此时的藤本宏 依然不知道自己该画的漫画是什么 听闻了藤本的状况 Becoming编辑部的《小西勇之助》 询问他要不要在 崭新的大人像漫画杂志上 尝试创作不同风格的作品 并且还对藤本说到 想画什么就画吧 画漫画这件事情 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家都是自私的 如果没有近乎自恋般的喜爱自己的创作 那大概就画不出一部好漫画吧 藤本宏面有蓝色的回应 自己的画风风格是儿童像 应该很困难 小西听了之后则说 正因为是可爱的画风 反而会更加恐怖吧 于是藤本宏再三思考过后 最终决定接下这个挑战 而在作画的过程 藤本宏相当担心 因为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创作 像是小鬼Q太郎这种类型的作品 如果突然改变创作路线 而读者们不买单怎么办 只要一想到得走出舒适圈这件事情 就感到十分害怕 但事实证明藤本宏的担心是多余的 1969年米诺陶洛斯之盘 刊载于小学馆Big Comic上 读者反应大受好评 这是藤本宏以藤子不二雄名义 所创作的首篇大人像的短篇漫画 与以往的创作完全不同 叙述了人类成为了牛的家畜 甚至是作为失误的故事 透过角色立场的互换 呈现了不同文化及伦理之下的价值观差异 由于作品讨论度相当不错 以此为契机 也让藤本宏开始在Big Comic 即SF Magazine上发表了好几篇成人像的漫画作品 而开启了全新大门的藤本宏 了解了自己在大人像的SF科幻领域中 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 儿童漫画才是自己的初衷 同年1969年 藤本宏依然决定 要在以小学生为受众的学习杂志上 刊载一篇新作 闭上眼睛 浮现在脑海中的画面 便是独自一人 沉溺于天马行空幻想的少年时代 他心想着 不如就把这份思念画成漫画吧 于是藤本宏便以自己为原型 创造了一名 不管做什么都不擅长的胆小鬼少年 不过在思考主角的搭档时 却始终没有好灵感 眼看街高日期步步逼近 再加上屋外喵喵叫个不停的眼貌 让藤本宏整个焦急了起来 突然 他看到了女儿手中 拿着名叫Borong讲的圆滚滚人偶 一阵天雷勾动地火 灵光一场的藤本宏大声喊道 就是这个 将猫咪与人偶结合 不就成了猫咪外形的机器人了吗 而此时的藤本宏万万没想到 这部回归初心 以儿童为主要客群的作品 将会在世界上造成多大的影响力 他的名字就是 Doraemon Doraemon为藤本宏 以藤子不二雄名义发表的作品 于1969年12月 在小学馆的学年制开始连载 叙述一只 来自22世纪的猫型机器人 Doraemon 手于原本主人叶比世修请托 回到现代日本 帮助他高祖父叶比大雄的故事 故事主角之一的叶比大雄 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生 但对于读书跟运动很不擅长 学业成绩极差 平均五次考试就有一次是零分 更时常遭受同学的欺负 此外 他的运气也相当不好 总是经常遇到许多灾难 甚至连猜拳都会经常输 除了和总是伸出援手的 Doraemon猜拳之外 而Doraemon这部作品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便是各种方便好用的未来道具了 能让人自由遨游天际的竹蜻蜓 能让人瞬间去任何地方的任一门 或是能够实现 使用着心目中幻想世界的如果电话题 这些出场率相对高的道具 都是读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根据统计 曾经出现在作品中的道具数量高达 3800多件 在听到这个听闻数字时 我们可能都会对藤本宏超越极限的创意 感到由衷佩服 但对于他而言 道具的发想其实相对轻松 不过如何透过这个道具 来构思一个有趣的故事 却是他本人觉得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 运用有限的登场人物 在有限的篇幅之中 还要避免出现类似桥段的前提下 去创作全新的故事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透过道具与使用道具的人 来与周遭的人事物产生连接 从日常生活出发 最终再回到日常之中 有时是成功结尾 有时是失败收场 藤本宏认为 所谓的创意不是毫无章法 无视逻辑 而是在一定的限制范围中 去寻找幻想与现实的最大平衡点 而藤本宏笔下所创作的人物 不管是大雄也好 小福也好 都是取材自自己的童年时光 并且大雄基本上就是小时候的自己 不擅长运动 意志不坚定 该读书写作业时 却满脑子想着偷懒玩耍 甚至会因为暑假快结束而哭出来 这些都是藤本宏本人的亲身经历 回忆起小时候的自己 所经历的人事物 便能自然而然地画出来 而也比大雄这名角色 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他相当废材 但其实大雄具有一个非常出色 且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优点 藤本宏曾说过 自己虽然是一个没用的人 却会经常反省自己 思考着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哪怕只有一点点 也希望能成为比现在的自己 更出色的存在 就像大雄一样 不管遭遇多少挫折 不管遇到多少不顺心的事情 都依然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光凭这一点 就让藤本宏认定 大雄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孩子 而随着《哆啦A梦》的连载进行 作品的人气 也逐渐在小学生之间持续升温 在这个时期 虽然藤本宏及安孙子素雄 都还是共同使用藤子伯二雄这个笔名 但其实两人早已停止合作 专注在各自的作品创作上 并且由于两人作画风格及类型上的差异 也逐渐被业界分为黑与白 安孙子以黑色藤子 藤本测以白色藤子的名号 广为人质 1977年 伴随着《哆啦A梦》的人气 让小学馆直接创立了 以藤子伯二雄作品为中心的 快乐快乐月刊 而安孙子素雄 也在周刊少年King上 连载了藤子伯二雄的自传漫画《漫画道》 1979年 《哆啦A梦》由日本朝日电视台 改编为电视动画 至此确立作品无法动摇的人气地位 而隔年1980年 更改编为动画电影 并且从这一年开始 每年春季三月都会上映一部 《哆啦A梦》长篇电影版 除了1988年 大雄的平行西游记在供应时 由于藤本宏生病的缘故之外 其余每年在电影上映前 都会由藤本宏创作大长篇漫画作品 作为电影的原作及提前宣传 除了日本之外 《哆啦A梦》在海外地区同样大受欢迎 不单只是亚洲地区 甚至是意大利、西班牙等地 都能看见相关的书籍 而动画电影的世界票房 更是日本动画电影史上最高没有之一 达到了12亿6千多万美元的惊人数字 当然 一部作品不可能完全没有负面评价 《哆啦A梦》也是 例如在早期快乐快乐月刊漫画杂志草创时期 《哆啦A梦》就占了其中7成以上的篇幅 虽然以搞笑趣味的元素得到许多好的回响 但是作品中 《哆啦A梦》即使得到《哆啦A梦》的帮助 却依然失败的模式与作风 受到与学校、家长、教师等教育层级的许多不良批判 也因为如此 在之后的大长篇等电影作品中 明显转型成衣、友情作为主题的作品 而随着《哆啦A梦》的动画画 《哆子伯尔雄》广大的人气 也为两人带来了爱乌及乌的效应 人者哈特利、小超人帕门、怪物王子 及《齐天列大百科》等等作品 都陆续改编为电视动画或动画电影 甚至还推出了同整两人各自作品的 《哆子伯尔雄漫画全集》 《哆子伯尔雄Land》 乍看之下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 但藤本宏这时的身体状况 却时不时发生问题 埋下了隐忧的种子 或许是顾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或许是了解到改变并不是一件坏事 解散也不表示不再是朋友 1987年 两人委托认识的出版业朋友 发布了一则通知 向社会大众表明了 《哆子伯尔雄解散》的消息 而解散的理由为 至今虽然都是像两人三脚般的一路走来 若是作为全新的展开 让彼此尝试想要挑战的事 不是也很有趣吗 而藤本宏当时因为自己身体不适 开始反复出入医院 也以进行两人三脚所绑住的那只脚 已经产生了阵阵刺痛作为比喻 如果将绳子解开的话 说不定能挑战更多新食物 安孙子也补充到随着年纪增长 要再继续配合彼此的步调创作 实在是强人所难 不只是漫画 自己也想尝试文章的撰写 但《哆子伯尔雄》是两人共同的名字 不能让我任意妄为 两人也借此以书面消息 公开了至今为止 所有合作作品与各自负责的部分 在解散消息发布之后 安孙子留在了两人合创的 《哆子studio》工作室 而藤本则在隔壁的大楼创立了《藤子制作》 至于笔名的部分 变成了在原本的笔名上 再加上两人信誓开头的罗马拼音首字母 藤本宏的笔名改为《藤子伯尔雄F》 而安孙子素雄则改成《藤子伯尔雄A》 并在一年之后 藤本宏接受了石之森张太郎的建议 将《藤子伯尔雄F》 改成我们如今所熟知的《藤子F伯尔雄》 而安孙子素雄曾在之后的访谈中提到 两人会解散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不希望伤害到藤本宏的作品 藤本的漫画始终贯彻着日常生活的氛围 而自己则是走向黑色幽默的路线 若是画出太过刺激的东西 很可能会伤害到《藤本宏》这部作品 虽然网路上曾有谣言说 两人是因为关系不合才分道扬镳 但其实背后的真正原因十分令人难受 因为共用《藤子伯尔雄》这个笔名的缘故 能无视著作权费用的分类问题 直接将收入对半均分 但不论在哪一方过世后 因为《哆啦A梦》的著作权所带来的巨额款项 想必会成为家属之间争吵的导火线 为了防范未然 所以两人才决定解散 根据藤本宏妻子 藤本正子女士所说 解散的奇迹点是1986年 藤本宏发现自己罹患了胃癌 虽然在手术之后康复回归 但健康情况也逐渐每况愈下 于是在隔年才坦率地表达出 是时候跟安孙子分别了 事实上 藤本宏与安孙子素雄两人之间的情谊相当深厚 即使在两人解散之后 依旧维持温馨的互动 每当藤本去国外旅行 就一定会准备送给安孙子的伴手礼 而安孙子也会将这些礼物装饰在家中的客厅 两人也偶尔会一起出游 或是出席电影的适应会 时间来到1996年9月20日 在《哲比哆啦A梦》大长篇 大雄的发条都市冒险期途中 藤本宏突然失去意识 昏倒在桌前 从此没有再醒来 并于9月23日宣布离开人间 享年62岁 由于在离开时 作品还是处于原稿阶段 也成为了实质意义上 藤子F波尔雄的一作 最后则是由藤子制作公司 接续完成了该电影 而在电影上映时 有许多桥段 都具有浓烈的大结局色彩 例如大雄曾说过 以后就拜托你们了的台词 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出于作者的直觉 不论如何 许多粉丝都认为 该作是《哆啦A梦》大长篇 完结作品 《哆啦A梦》后续的创作 也由藤子F波尔雄的弟子 满原生太郎 钢田康泽 及藤子制作 继续创作发行 借此传承 藤子F波尔雄的遗旨 藤本宏去世以后 安孙子素雄悲痛地表示 他是一名伟大的天才 因为与他解释 我才会成为漫画家 在此之后 安孙子素雄 依然投身于漫画创作活动之中 并在这一段时间的作品中 都加入了悼念好友的内容 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 安孙子却依然站在创作的第一线 即使因为年纪的负担 而逐渐减少创作的数量 却一直坚持着没有放下画笔 也许是舍不得抛下对于漫画的执着 也许是依然还有尚未诉说的想法 也许是想要连挚友的份 继续创作下去 2022年4月7日 安孙子素雄被发现 倒卧在家中 享年88岁 藤本宏与安孙子素雄 是挚友 是劲敌 也是伙伴 因为漫画认识彼此 因为漫画一起追梦 一起跌倒 因为漫画一起烦恼 一起难过 一起幻窍 在跨越了超过半世纪的岁月后 最终也在漫画的怀抱中 隐式长辞 藤本宏也曾在漫画里写道 我开心地画了哆啦A梦 如果大家可以开心地阅读 那么我会很开心的 而在看见孩子们阅读哆啦A梦后的笑容 我相信藤子F博雄老师的精神 已经传达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藤子博雄组合 真的是漫画历史上的巨匠 而藤子F博雄 更被日本媒体评价过 如果守种之宠 是漫画之神 那藤子F博雄 就是超越人类的存在 也许他的作品中 没有酷炫华丽的战斗场面 没有复杂又宏伟的世界观 但却蕴含着最为纯粹的感动 希望你们今天也会喜欢 藤子F博雄老师的故事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